HELLO 粉絲團的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是三菱的Zinger 這台算是商務車 它的懸吊系統比較偏向Space gear 或者是一些三菱的商用車款 它跟一般的教室底盤其實不太一樣 我們也剛好有開發這台車 它的底盤跟一般的車種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改裝方式也不太相近 所以比較特別一點點 這是它的前面懸吊系統 它的彈簧是在避震器的外部 需要避震器竹筒穿過彈簧的底部 然後避震器的上部在這個地方 它的阻尼段數就從這裡來做調整 好,順時針的話 像這樣子調整它就變硬 逆時針呢就變軟 所以它的避震器相對的位置呢 很偏向支點 所以它的阻尼呢 其實是很很硬的 而且它的T值C值呢 都跟一般的避震器不太一樣 那它的結構方式呢 也跟一般的雙A背啦 或者是賣花層呢 都不太一樣 它是靠下方的兩顆螺絲呢 由下往上鎖 所以鎖附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拿一支原廠的前面給我 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原廠的前面的避震器好了 那這一台呢 我們配的是短彈簧 它並沒有辦法來調整車高 這是原廠的前面的避震器 你拿著 所以它的行程也是還蠻短的 那它的固定方式呢 是從下方來鎖兩顆螺絲往上鎖 這樣的固定方式呢 有幾種車種別比較常見 譬如說福特的野馬的後面 Maz 10 S550 或者是Jagra的也有一台車種 它是這樣子的設計 它的原廠也沒有防塵套 因為它是藏在這個上座的內部 所以它基本上它的前面的防塵套呢 可裝也可不裝 因為它原廠呢 就沒有就沒有防塵套了 它原廠就是這樣的設計 所以基本上它的結構還蠻簡單的 但是在拆裝的時候就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因為呢如果沒有把彈簧壓縮取出之後呢 就變成要靠這些支幣把它拆解 它的彈簧才有辦法把它取出來 還有桶性的話就比較簡單 桶性的話上部一顆螺絲 下方的話剛剛形式很特殊的 那兩顆螺絲由下往上鎖 之後呢就可以抽出避震器了 那彈簧要取出的話就比較 比較需要拆比較多的零件 那車主的話原來也有改裝了前後的防塵桿 你看這個防塵桿 前面的話是34mm 後面的話是28mm 所以它的基本改裝的話 譬如說鋁圈啦 輪胎 還有防塵桿 本來的話呢 因為這台車呢 有載重的需求 所以車主呢 為了避免避震器會比較容易觸底 所以有改了一款緩充電 那前面的話我們就不裝 後面的話會把它裝回去 這是改裝的16吋的鋁圈 這個造型也很特殊 是生存的 小心不要倒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它的原廠的避震器呢 在這裡 原廠的 剛剛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這個是前面的彈簧 後面的彈簧 後面的彈簧好大一圈 後面的避震器型是像這樣 所以我們把它改裝的話呢 改成短彈簧 車高的話會略降 車高會略降 那車高呢不能調整 只會比原廠略降而已 Zinger 這個 這個後面的防晴桿是紅色的 這一支 這個的話就是後面的防晴桿 它的是28mm的 它的彈簧在這裡 彈簧的話呢 因為車主偶爾有載重大概500公斤的需求 所以避免避震器會容易觸底呢 所以我們跟車主商量之後呢 會把緩充電把它裝上去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附的彈簧 TS的 它的後面的筒身在這裡 我們把它的腳管的位置呢 往外移 所以它的行程呢 就能夠做得比較長一點點 後面的行程呢 已經差不多接近原廠的規格 這個蛋的湯現在要弄出來 要弄兩公分 剛才表的就弄得好 你現在要太長 差不多 那後面的話 它的 處理調整呢 是在避震器的上部 在這個地方 這裡 燈光照不到 所以手指的這個地方 它的處理調整在避震器的上方 所以它的後面懸吊系統呢 算是 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它的後面懸吊系統呢 因為這是後 四驅台後驅的 這是一台 三菱的商務車款 這台我們在YouTube上面 也有安裝的影片 介紹 那最近今天的話 剛好有空開直播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前面的部分 前面 右前的話還沒有拆完畢 右前的話還在塞裝當中 所以它這些枝桿呢 枝壁 像離載串的防青桿 這些全部都要拆掉 才有辦法把彈簧抽出來 所以前面的拆裝呢 會稍微比較繁瑣一點點 這台車我們也有實車可以試乘 如果車友剛好是開這款車呢 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因為這一款的車友 好像有幫我們搬過小團購 好 這個旅軒很特別 這個旅軒很特別 這台車子有前面 稍微比較拆裝上比較複雜 它的避震器的上部 後面 阻擬調整 從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得到 從這裡呢 手伸的進去 車稍微伸起來之後呢 也能夠從這個地方來做阻擬的調整 從這個地方做軟硬的調整 那後面像這樣的結構系統 在安裝的時候呢 就會建議計時呢 它的避震器上部跟下部呢 這兩顆螺絲 建議把輪胎著地之後呢 再來做鎖附 從這個地方 它旁邊有兩顆螺帽 在鎖附的時候呢 輪胎像這樣子 輪胎還沒著地的時候 就先把螺帽先含著就好了 然後輪胎著地之後 再鎖附 這個是後面的架出的防傾桿 在這裡 這是商務車啦 所以它的底盤結構 跟一般的轎車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以載重啦 方便維修為原則 那它的乘坐的舒適 改裝之後的 協調性跟舒適度的話 當然了 跟轎車底盤的話 就比較沒有辦法像 轎車底盤那麼全面性 OK 以上是今天的 三菱的Zinger的安裝 KT避震器的分享 那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